距離景分局大約200公尺距離 重新開幕的酒吧在高雄鬧區 旁邊就是捷運出入口 比起店面正門口祝賀花欄 和武師乘雙乘隊的高調 酒吧旁是座停車場 從側面看像是狹長型的鐵皮屋 經營已經很多年 給附近的民眾這個印象 重新開幕卻因停車問題遭到開罰 同一個地點酒吧換招牌 以往爭議還不少 時間回到2014年5月 穿白衣男子身份是知名 藥膳店小開 酒後左手高舉對空鳴槍 嚇得其他客人四處逃 香殼不遠派出所立刻出動 2020年3月 酒吧女員工和男友爭吵副店長 出面勸架 女員工的男友不滿 找來朋友助陣 砍伤了副店長 2022年的12月 警方接獲通報到酒吧排解 糾紛一看盡是自己人 10任偵查隊長酒後失態遭到懲處 酒吧是非多 招牌不只換過一次 要換招牌啊 但是我們知道幕後老闆 都是同一個人啊 那他就只是地利封風頭啊 一個默契啊 這次他位於中正三路上的酒吧 越夜越熱鬧 診修後改名字重新開幕 又引發關注 三零星文章 則文維文 高雄報道